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爱民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柏林Major,那么小组赛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是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老干爹对战Liquid双方BO2的第一场 这场比赛咱们进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晚了五分钟 但结果没想到这怎么开局就5比1了 这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都是谁完成的击杀 大胜这边是中丹妮莎的大胜 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个人头,然后水人拿到了一个,大屁股拿到了一个,在外面的大屁股 米开这场比赛打了一个1号位的水人,然后酱油卫,我们看一下中路 这也瞬间集结了三个人,这么多吗 拉比克也在上路周围互进啊,BOX也是刚走 那么小老干爹这边的中丹这场比赛是给墨岩拿出了一个炼金术室 中丹炼金大哥位的美杜沙 三号位放在一个兽王,看一下BOX的血量非常的低 但是大胜来到上路这波游走又成功了 6比1 6分钟被打了一个6比1,我这刚进了呀 这比赛 刚进了比赛 这就已经 已经开始有点看不懂了这个比赛 这有点快啊,稍微有点快 那么来继续来看一下 那老干爹这场比赛一上来就被对方打了一个6比1加3000加的团队领先优势 优势路这场比赛给西罗拿出来的是美杜沙 而对方大屁股肯定无疑打美杜沙是要出一个赤红甲的 先做了一个先锋盾 中单炼金加大哥位的美杜沙 是上路那边兽王是击杀掉了BOX的一个拉比克 拿到一个人头就让人头数追到了2比6 三号位兽王加美杜沙加上炼金术士 这个搬选的话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这里大屁股应该是给自己的队友开了个门吧 给队友开了果然给拉比克开了个门 然后让拉比克过了 拉比克过来了以后小路已经都过来了 拉比克过来弱化能流给一下 然后看对方的秘书一蛇只打到了一个远程兵 炼金术士直援到位以后 这里一个酸物一个瓶子扔过来 但是在美山上有一个相互动人打不太动 大胜大招开出来 哥儿几个赶紧往回跑 在美这个地方还在骗 这个地方还在骗 看一眼大胜落地两棒子 那对方的炼金术士又是过来 给上一个瓶子72遍想躲又没躲开 尼莎的这个72遍用的感觉还是实际上老是掌握的不太好 看看这一大棒子打出来自己的被动 队友帮着砍一下树 炼金术士又是一个瓶子的敌雾上来 一轮合击 完了没打死第一轮 让尼莎这里又多吸了一点血 不过还好 来的人足够多 最后成功的击杀掉了尼莎的大胜 这一个尼莎的大胜给到了700多块钱 再杀一个帮自己的拉比克给到500多块钱 这一波把经济拉回来了非常非常的多 还好这波还好 那么老干爹在下路的一塔下面这一次的防守 支援防守都是可以说做的相当的不错 感谢半神老板的一心必打赏 谢谢老板 那么这场比赛现在从阵容来看的话 因为中单放的是炼金对一个大胜 这个肯定是打不过 你搁谁的炼金过来他都打不过 这个不用想不是选手的水平问题 就是单纯的PP的问题 肯定不是对手的 这个完全是英雄的问题 我刚才想干一件什么事情来着 诶 突然忘了 好看看这里兽王大招没有吼出来 兽王大招这个没有吼出来 忍了一下 那帮西的拉比克在往前走 那兽王大招吼一下大胜水人也赶到了正面这场 这一次的接触已经先带走了boxy的拉比克 小路给上一把减速 看看妮莎吃魔霸 暂时没有死 那么这里召唤生物被打掉 那这一波的话 Liquid又是一个比较亏的一波接触 所有人都到战场了 但是没打死人 而且自己边还交掉了一个拉比克 打残了一个大胜 打空栏了一个小路 练金术是一个瓶子扔上去 两个人全中 练金的血量是被打空了 现在还没有到6级 但是他不想回家 他想要混一个6级 因为马上就有大招了 就差一点点可以升到6级 大概两个兵 两个兵就能升到6级了 有6级大招以后 就可以当做一个回复来用了 他说老干爹现在什么战绩了 老干爹目前的战绩是个忘了 但是目前的积分是比淘汰区稍微高一点点 大胜机罐一棒子下来直接带到了Planet的小松鼠 现在水人的经济全场第一大胜第二大屁股第三 不过好在3号位兽王的经济和1号位米兜莎的经济这段时间追上来了不少 炼金的经济不好是正常的 现在大家不要对炼金这个英雄的经济增长速度有过高的期待 他现在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已经被弱化了无数个版本的一惊贪婪 而且他只有2级的效果 好大胜这块一棒子抢掉了好多的野怪啊这一棒子 小鹿过来给上了一把减速大胜这里追 大牛叫CT踩的相当完美救下来了 大胜这块砸下来再找对方一个瓶子扔上来看有没有砍树的姿势 这边nothing to nothing say还是被带走了 墨园那边还是被击杀掉了 拉比克从上面兜过来了 拉比克兜过来以后完成了对炼金的击杀 美朵杀呢现在刷钱的空间也是一般般 在自己家优势路的水景区再刷钱 那么现在人多数8比5 Liquid领先4000家的一个团队经济 这个现在就是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有观众表示说 现在Liquid这个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 然后感觉从Liquid山上拿分这个也是很轻松 但实际上Liquid的状态不好只是相对于对GG而言 反正GG而言 他只是打不过GG 仅此而已 打其他的队伍对于Liquid而言 他仍然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存在 所以现在Liquid这个队伍的 他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的问题 是如何去战胜GG战队 至于其他的战队现在跟Liquid之间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实力上的差距 现在Liquid领先这4000家的一个团队经济 看看这个瓶子扔上来 小路提前开加血 这个远古野应该是可以他的实收了 对方来的人并不是很多 两个酱油过来这边抢不到人经济的 有没有一个肉化能流抢远古野 好像没有 这边控制的一个人马踩了一脚 对方的小路 连接0.5秒这个瓶子非常机械 扔出去 小松鼠这里给上一个G 但是这个G没有中 大牛一刀踩能够踩住一个小路 美杜莎过来A了两下对方的拉比克 大圣已经支援到附近了 看看这个时候 Incenia兽王这大招就给了 没办法 这个不给的话 确实有点A不动啊 这几个人 最后是希罗拿到了对方小路一个人头 大圣呢则是继续在对方加优势路野区 来进行一个发育 那么利快的现在领先两个人头 加4000的团队经济 三大哥的经济都是全面领先 大屁股手里面在做完密法鞋 魂戒之后呢 继续把自己的先攻队合成一个持龙甲 持龙甲这个道具 对于达米毒杀来说确实太好使了 看看这怪的又是一波开卧 都到了上路 不过兽王已经提前回到自己家雕像区 和链金术这两个人一起去清囤的远古了 这个远古倒是真没少囤啊你别说 现在因为每边有两组远古野的经济收入点 所以如果能囤的比较好的话 这个钱确实是不少 链金在收完了这两拨远古以后呢 他的经济仍然是排在六个大哥位的末尾 仍然是比较穷的一个经济 还是地形贪婪这个技能 现在给的额外金钱收益太低了 真心是太低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前期无解肥 就是对线打的保得很成功的一个无解肥炼金 快速的掏出来灰药 然后拉开双方团队经济差的话 只是靠着一个被动的敌情贪婪想要去说我有炼金 所以我经济应该领先 这个已经不是说特别的有说服力的一个东西了 现在炼金的胜率确实是高了不少 就整体来说炼金现在已经来到了全英雄胜率的前三 在顶分局 顶分局胜率是前三 看到大圣这里砸下来 然后大招给出来以后拉比克给上一个绝 一棒子抽出去 这里被石化 米兔莎直接走出去了 米兔莎别打了 虽然说你是满血 但是你现在没有蓝 这个蓝量太低了 大圣这样比赛呢也是选择出了一个散尸 用来专备针对对方的米兔莎 很大 水人的装备看看做的什么 水人这边还是在做分身斧 假腿利盈战战 然后再做分身斧 人都是说已经追到了8比8平 这段时间老干爹在尊人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妮莎的这个大圣啊 妮莎的大圣真的 还是不太行 又开始变成尚树猴了 那个跟米开的大圣确实差距比较大 这个还不是说 因为他是一个中单 所以他的这个大圣玩的不行 米开也打中单 米开也打了很长时间 米开的中单大圣打得也很好 还是对于这个他的打法跟这个英雄的相性问题 看看雷怪的下路的这个二塔是打算直接要强拆吗 感觉他们的进攻节奏要慢慢的口里拉起来一点点了 猎小松鼠 溜达里全一直在被对方的小鹿的一个召唤生物在跟着呢 这样啊召唤生物已经给到了足够的信息 看看这个小松鼠上来吸收一波对方的注意力 这个一个G这个G没有中双大圈吼住了小鹿 强杀一波小鹿 没杀掉 给上一个赤红甲 打不动了 这个小鹿直接 这就有点尴尬了 大圣转身 开始跟上去 给输出 一个瓶子扔上来 那么骑士二边变一下 挡一下伤害 水仁 完美的一个切入时机 可惜就是队友这边控制给了点少 大圣的棒子也空了 没有能够留住人 这样吧 一个秘书一车过来 团死了的小鹿 再射死一个boxy的拉比克 希罗班冲一波双杀 那么这样的话 看一下水仁 被对方链金术 是给上了一个技能 但是好在是开分针躲掉 希罗往前追 顶脸漂亮 顶脸的一个大招 石化住了对手 大屁股 nice 这波打完了以后 老干爹要反超了 团队精姐 老干爹要反超了 这老干爹要是能在对方手里 拿到宝贵的一分 能够在Liquid身上 拿到宝贵的一分 甚至两分的话 那对于老干爹的宝籍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现在老干爹的分数 其实挺危险的 徘徊在一个降级区的边缘 这样的话 双方的团队精绩已经打回到了 一千多两千多 两千出头的这么一个 到两千出头之间的一个差觉 梅杀的精绩已经是追到了 全场的第二位 小松鼠 这里小松鼠中了一棵树 不过看了一下 好像并没有什么能搞的事情 有一个幻想神 不是自己也不敢去 也收王的猪被对方的小鹿给劝强了 劝强了 美毒莎目前是让假腿分身 下一个装备美毒莎自己要做个散尸 自己要去出一个散尸 小松鼠这个局局到了 可以啊 那么这样的收王接上一个大招 这边因为有破被动 所以小鹿的不可侵犯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这波又是希罗拿一个人头 美滋滋啊 希罗的经济线 马上要反超到全场第一了 那是败者组吧 不是败者组的问题 老干爹现在需要努力的 在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里边 都要尽可能的去争取一胜 争取赢下来比赛 因为他们现在不光是败者组的问题 他们现在是有可能会淘汰的 小组赛有可能会淘汰的 看看这里大招 大招给出来一棒子 拉比克接一个绝 扔进阵型中间 大屁股给上一个框 这波跑不掉了 这个确实没办法了 其实二边躲了一下 看看自己的队友过来以后 好像没有人能够留住对手 大屁股这个地方开的这个门呢 美杜莎赶到了战场 把对方的人全部都赶走 雷贵的现在只有一个大兽 甚至有一个散尸的话 这个战斗力感觉还是稍微有点不太够 打蓝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老干爹不是A组第五吗 小组赛9个小组 9个队伍淘汰三只 789三个队伍被淘汰 老干爹A组第五是并列第五 还有三个队伍现在分数是相同的 大暴露 我们 passed到 温暴露 2个队伍 2个队伍 在哪里 1个队伍 2个队伍 全面并适合 全面并适合 5个队伍 这个招力快的选择去打掉了下路的 打掉下路的这个魔方 21分钟把魔方打掉 那我看一下智慧神符谁空的 智慧神符小路空了一个 这边这个没人吃啊 老干爹这边这个又没有人吃 智慧神符 看看这块大圣 哦呦大圣这个树漂亮 直接被对方从树上给抬下来了 贴身秒掉可以 智慧神符小路的一个大圣啊 智慧神符小路的一个大圣啊 我觉得智慧神符小路的一个大圣 其实提升空间还有很大好吧 其实如果说 按照Liquid现在的一个人员 我真心觉得他们打这个水人加大圣的组合 完全可以米开和妮莎换一下 你让米开去打大圣 然后给他放到中单 让妮莎去用水人给他放到一个一号位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这两个选手 他本来就是一号位和中单都 中单都可以打 而且这个两个英雄只要一对掉 全是各自的绝活 bring it down 从小区来进去 现在美朵杀的经济已经反召到全场第一了 大圣的经济勉强比对方的兽王和练剑多那么一丢丢点点 但是他这个大圣的杀钱其实真的挺一般的 看看美朵杀做出来了A杖 不是美朵杀 水人做出来了A杖是不是要变美朵杀用 连一个瓶子丢出去 扔上去后妮杀要上吗 妮杀这个地方躲一下 对方的技能 看看链金术是第一时间冲上来了 链金的BKB也没有着急开 第二时间开启BKB也半血直接往回撤一下 因为开始大招所以这个血量马上就能回版 不太担心血量 而且开了BKB这一波 美朵杀并没有来正面战场 所以美朵杀在另外一侧刷的飞起 Liquid这些人来到这个区域要干嘛 要打盾吗 要通过打盾来逼对方跟自己开正面团 好像是有这个想法 美朵杀现在正在往上路赶 他再往上路赶一点就可以看看 这一个G上来 哎呦这个差一点点就要死了 这个小鹿能秒到大牛吗 大牛外对大牛还是被对方秒了 小鹿开始加血撤 而且没有打死 美朵杀往左上角接着推啊 这波要支援的话 肯定是走船舟门过来 不打了吗 这个肉杉盾给对面了 肉杉现在在下路待的时间 还有30秒出头 马上就要转移自己的换老家了 但是这个肉杉应该是扛顾到25分钟 美朵杀 这美朵杀为什么刚才不直接往左上角继续推呢 往左上角继续推 然后呢 去走船舟门啊 自己的队友给一个视野 然后走船舟门过来就行 就是放弃了 不打了这波 哦 双倍美朵杀有说法 双倍美朵杀 它是有说法的呀 炼金术是两米 再买美朵魔精了 没买魔精 拿着美朵杀不要脱后期啊 拿着美朵杀脱后期打不过的 而且打了25分钟 这魔方也不打 智慧神符也不吃 炼金现在身上是相位邪 大勋章加BKB 下一个章被做强袭和跳刀 嗯 也是一个工具人出装路线 北斗杀剑的散尸加冰眼分身 然后加一个零战刃 加腿身上下一个装备准备出 他的预购里面放的是蝴蝶 但是他先买了一个水晶剑 对 站在大廈的大廈 大廈的大廈不太長了 我們會把那 好 他说美杜莎现在是不是更怕萧兰了 对啊 美杜师出大巫师之刃怎么样 大巫师之刃 你说的那个应该叫英灵凶真吧 那个道具没有什么必要性 除了就对面如果说出一大堆的绿杖 虚灵刀什么的 你实在没招了 你出哪个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那个不算是一个 不算目前来看啊 目前来看 不算是一个常规的比较好的选择 那些说亡灵凶真的呀 一看就一看就没有客户端 知道吗 一看就没有客户端 真不是我巧事好吧 大声告诉我 这个叫什么 对那些头嘛 优优独的 fields 就没想到这个事 有种不忍伤的 挤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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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 清晨已经把TSM碾压了一局是吧 可以可以 感谢CG&G老板的食果英灵幸运之药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各位老板的牛蛙 看看这一波 看看这一波的台湖上来直接定住表调小洛 轻松一块 这么打的话 老干爹如果借助着美毒杀这个时候的装备优势 开始发起进攻的话 应该是有希望拿下的 这样比赛 这样比赛有希望拿下呀 大勋章加强袭胸甲 加上美毒杀自己的装备优势 上楼二塔这边开个塔房 拖点时间 大屁股身上现在是气品 加上一个 呃 是红甲 然后下一个装备 再做强袭 来给自己的队友进一步的增加护甲 大圣山上准备出的一个是冰眼 然后冰眼之后准备补一个天堂 大屁股并没有出天堂 大屁股没有出 小鹿里边出了个大推推 水人身上现在是BKB A帐分身 呃 一个戏面具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 蝴蝶 老干爹如果能趁着现在的装备优势 就是果断的发起进攻的话 这样比赛是很有希望拿下的 但是不要拖 你知道吗 不要拖 因为美朵沙这个英雄 其实现在并不擅长拖 你往后拖 呃 他的收益并不高 感谢CG&G老板的粉玫瑰 谢谢老板支持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美朵沙的25级天赋 很厉害 对吧 25级天赋 咱们严格上来说 他确实厉害 这个厉害是没问题的 但是厉害 是说他的这个相对于 这个英雄本身所欠缺的和25级天赋 能带给他的东西来说 他确实厉害 但如果你要是综合整个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要知道25级的时候 你所增加的那个硬度和对方的输出成长来对比的话 呃 不是说特别有都是 尤其是面对一些削蓝的装备来说 尽管说你的魔法盾 他确实可以吸收更多的伤害了 但是如果对方采取的是削蓝的这个策略手段的话 那么对方给你的削蓝的数量并不会降低 该削多少还是削多少 看看这一波 哦 双王大招 好救 nice 直接秒了他 这边连续两个推推 再强行叫美朵沙兵眼 粘住 但是有吃虹家以后 真的有点一步太动啊 现在就开了一仗 美朵沙过来以后 直接大招 石化住 漂亮 又是一个完美的捆 小松鼠立大功 这边大屁股被点死 离开开着BKB 转身输出 墨炎 墨炎有点扛不太弱 墨炎被带走了 米莎转身 开始打 这个时候看一下大屁股的门 西罗 这个位置怎么有点尴尬 不过还好 旁边是个阴三件的小鹿 这边别射小鹿啊 别射小鹿啊 射小鹿会被减攻苏 不要去射小鹿 这样的话 自己的后排 小松鼠又是一个精准的捆 捆到了大圣 给上一棒子 空蓝 直接被打死了 要射小鹿啊 你主目标射什么小鹿啊 你攻速又 兽王不在的情况下 没有练金术式的 这个强席和大勋章 你攻速又不高 小鹿这个英雄 他现在是二级打 都是减160攻速 你每度杀自己的攻速 才300多 你A小鹿直接少一半攻速 你这怎么打呀 刚才那个地方被门吸住了 他好像点错了 被对方拉比克的一个举 加上两把推推 把大圣拉过来以后 老干爹整个的阵型 第一时间其实保持的还可以 但是每度杀贴过去以后 他第一时间输出的是 对方的大屁股 第二时间输出的是 对方的小鹿 再抓着对方两个 最结实的人打 看看这块给上一个 接 然后大牛一条踩 水日开起了转属性 水日现在因为有魔精 被悬晕了以后 是可以开转属的 被门吸住了 他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那个就是感觉在打的时候 现在的大屁股的那个门 和这个传送门 就是他的这个判定的优先级 有点略高 就这个门的优先级 你的鼠标放在这点的时候 他的优先级有一点略高 BGM是勇士长哥 只能说这张比赛 刚才的这次团战 老干爹这边小松鼠 已经打得非常漂亮了 两个都非常极其精彩的捆 给自己的队伍创造的时候 还挺多机会的 看看这波的开卧绕上来以后 妮莎在树上跳来跳去 美朵莎的站位 这个地方破卧被他们发现了 被老干爹发现了 老干爹这边是有鹰的视野 而且这有真假眼 插了一颗这假眼 被对手秒拆 要被对手秒拆了 这个眼美朵莎开引刀 过来直接把那眼给点掉 美朵莎里边出了一个大引刀 大引刀用来去打一下 对方的大圣道也可以 连金术是开着大招 在这自爆了 美朵莎身上已经有了蝴蝶 有蝴蝶之后 看一下对方有没有MKB之类的道具 或者血骑 MKB或者血骑 目前来看都没有 感谢刀打唐诗义老板的情书 感谢没名怎么办 老板的灯台 谢谢老板支持 看一下这波又是一个推推 两个推推 就一下整个的阵型 拉开 美朵莎开大 大屁股选择开启尸空甲 后排的兽王被秒 大屁股一刀踩 踩完了以后 完全被对方给拉扯开了 这样的话 看看连金术是过来以后 瓶子给到大屁股身上 大屁股被带走 开始A小路 他又开始A小路 他又开始A小路 小路这边终于A死了 水尔开启一个BKB 要硬点 兽王已经买活 到了正面战场 大圣开着BKB 打死了对手的一个大牛 但是自己被对方贴脸了 小宗是一个捆住 这个时候一个破坏 打到大屁股身上 大屁股打不过了 拉比克又是一个 却没有救下来 水尔在另外一侧 点死了对方的连金术上 看看这波有人要买活吗 没有 兽王又是过来以后 加上西罗的输出 带走了Boxy 打完以后 这波团战是一个三换四 但是老干爹这边 交了两个买活 多交了两个买活 最终结果是 打成了一个三换四 但是对方没有人 交买活 水尔还活着 美朵杀一波 挣了1700多 对方的水尔一波 挣了1500多 整个的团队经济 这一次是拉开了1700 回过头来 再打一个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 拿到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一会的没有选择去打 没有选择去买活 来瞅这个肉山 就他做了一个散步键出来 这波整体还不错 比上一次打的要好 因为买活回来的人 第二次支援到战场以后 让对方第一波的拉扯 出来的效果 给他弱化掉了 对方第一波通过拉扯 创造出来的一个空间 被他买活赶回来的队友 给弱化掉了 就还行 整体还行 也就赚了个盾奶 这波其实还不是单纯 赚一个盾奶的问题 这波是打完了以后 他们在团队的经济 赚了的情况下 这波团战打赢了 赚了团队经济 也就是意味着 他们可以更新一流装备 而且拿到了盾奶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下一波团战 因为上一次买活了两个人 那么这下一次团战的话 你就没有那两个 可以买活的人了 而对手则是留了 留了一波买活 现在在手里边 现在对方的买活 是拉比克和小路有买 大圣和水人没钱 大屁股里边差两分钟的CD 那么反观老干爹的话 全员都没有买活 而且差的都挺多的 这个钱 美朵沙里边差1600 但是美朵沙有盾 然后呢 兽王身上他是刚刚买活过 所以把奶酪给他带着了 让他多扛一会儿 美朵沙里边四接 换一个致灭出来 换一个致灭出来 大屁股里边换了一个人手英俊 大屁股的强袭 我看一下 大屁股的强袭已经出来了 大圣的天堂还得再过一会儿 水人身上是多了一个撒旦 美朵沙的装备 我看看他再出了一个散红剑之后 现在身上24级 等一个让美朵沙去刷一个25吧 这个时候老干爹 他差的经验不多了 这1000多的经验 你让他稍微刷一会儿 刷一个25级 这雷水人上来 这个瓶子打到 能不能直接秒了他一刀 nice 秒了对手拉比特 兽王大猪 吼住对方的小鹿 小鹿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节省 水人开启了BKB 直接去后面找对方的兽王 水王吃传了奶酪 顶住了这一波的输出 小宗主又是一个控制 救下来了自己的队友 西罗点掉了小鹿以后 拉比特选到了百活 水人波浪形态过来 找对手的连金术是没打过 nice又一次被捆 完美 没有nice的大胜 那这一波团战 打完之后赢了 我感觉这场比赛赢了 这场比赛小松鼠 离大空啊 这小松鼠玩太好 看到这个人 又是一个捆 捆住了水 大屁股给上一个狂 三个人 打五个人 我还有盾 你不可能打得赢我了 已经 在那没有大胜的话 正面输出不够 这个美朵杀 是一个接近无敌的状态 打不过的 这个美朵杀 真的是一个接近无敌的状态 大屁股 这里接着下火雨 然而这个火雨 对于对方的消耗来说的话 就已经非常的弱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弱了 大胜还有40秒 而且大胜没有流买 大胜上一波被击杀以后 他其实是有买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把钱花了 他把钱花了 他没有流买活 看一下水人 这关开始输出一下 对手的美朵杀 但是点不过呀 这个美朵杀的第一条命 马上要打掉了 这会儿美朵杀 开大宝自己的第一条命 那方式也开启一个绿杖 往回撤 大屁股再一次被击杀掉 选择浪形态上来以后 再加一套技能 打掉了美朵杀的第一条命 第一条命打掉以后 第二条命站起来之后呢 美朵杀是有买活的 美朵杀是有买活的 这个时候米开变成了美朵杀 在前面的拖时间 要小松鼠 又是一个精准的口 捆住了小鹿 小鹿再一次被击杀 大胜马上复活 米开分身 但是好像要死 这里直接秒掉水人 一百秒没有买活 GG 好漂亮老干爹 这样比赛赢的 这样比赛赢的漂亮 然后那这样的话 老干爹跟Liquid的 第一场比赛当中 先下一城 老干爹这场比赛 能够拿到 能够在Liquid的身上 拿下来一分的话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不过Liquid的这个 这场比赛 这后面这两拨 大哥都没有买活 确实没想到 这个确实没想到 因为上一次团战 就是在这一次上高之前 那一次团战 大胜就是三换四 老干爹三换四 加了两个买活的那一拨 那一拨打完以后 当时大胜是有买的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次的高地攻坚战上面 大胜反而没有流买 好嘛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的BOR 第一场比赛结束 老干爹非常非常漂亮的 拿下了第一场 让我们稍息休息 看看下一场比赛 老干爹能不能够再接再厉 从Liquid的闪上再拿一分 那么如果能再拿一分的话 对于老干爹来说 就有望能够去冲击一下胜者组 并且有望能够直接把Liquid给他淘汰掉 好了 咱们下场比赛见 末末大 刚才在比赛里面出现了一次 这个水人和大屁股 水人的那个卡在大屁股门的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呢 经过咱们观众的提示和测试的话 确实发现这是一个bug 这是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 一边先开引刀 开完这个大引刀以后呢 大屁股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地方开一个门 开完这个门以后 会因为引刀的一个 撑撞体积的问题 这个人会被卡在这个门里边 但是如果你是先开的门 后开这个引刀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造成了 刚才的一个bug 就这样 这个人这个时候是走不出来的 当然如果你有位移技能的话 你可以通过位移出来 然后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 就是把你身上的隐身效果 给取消掉 就是你随便放任何一个技能 把你身上的这个隐身效果取消掉 让你的人物重新产生一个碰撞体积 就可以解决了 好吧 那么这个补充说明就到这里 然后咱们下期节目见